好 刚刚看到是日本的情况 接下来还要关心的是香港这个周末 昨天晚间 18区四处都发生了 示威者跟警方的冲突 尤其是因为港警无差别 大肆的搜捕 引发了示威者怒火 在旺角的警署狂砸 有20多颗汽油弹 双方冲突不断的升温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在外国出访 他也谈到了这个话题说 任何势力不能在中国搞分裂 否则只会粉身碎骨 就会发生了